中秋家劫之 倍感思亲 由念母亲守之乐团 中秋宫宴 我若能诸六少主操持得道 或可面见新川主 求得恩赏 令家人进宫团聚 我若能诸六少主操持得道 由其六少主待五轻后 无需忧心 爹娘 也没办法寄信出去 只能用家乡的方式 对你们表达思念了 测误人知道家书寄不出去后 就按照寄穿的规矩 对着月亮 用红豆 把家书寄不出去之后 遥迹思想 小人特地疼了一封 请少主过梦 好知道他的动向 我不是说了不要偷看吗 我是大大方方看的呀 小人知道这样不好 但我就是想告诉您 侧夫人已经不像之前那般胡闹了 他还没写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想家 说您对他很好 让父母放心 您 他是很想家吗 当然啦 每逢中秋被私亲 这会儿侧夫人正在厨房做乐团呢 那这样吧 以后他写的信 你就借口说是我写的 给他送出去 别让别人知道就行 对了还有一件事 就按少主说的办 侧夫人 咱们可得赶紧收拾 要是被杜总管看见 那可不得了 不过你放心 就算被发现 我也不会出卖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 少主明镜 这些都是侧夫人干的 与小人无关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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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这么重要吗 孙主任 你没事吧 大家伙没事吧 那就收拾啊 不不不不 少主 我有事要跟您说 昨日您说 新川主将中秋宫宴交给您爸 是 那这件事能交给我爸吗 这 这是意外 少主 少主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保证给您办得妥妥贴贴 别出心裁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可以吗 拜托了 可以 可以 真的 少主你真好 可以 好 那我先去忙了 等等 宴会场地的人员 我会帮您来了 不用担心 好 就用在我 不用担心 不是 我有没有担心 不要担心 遇到他 你不能担心 你会担心 不担心 为什么 你会担心 第十四周 吴京